10月16日,正在舞台上专心演唱的张杰,突然的就从升降台上掉落了下来,从网传视频上我们能看到,当时张杰唱歌唱得很投入,只见舞台上的升降机突然出现故障,他毫无防备,被捕落地,重重摔在了下面,一瞬间,张杰猛了,不过沉思片刻,反应过来后立刻就站了起来,蹲在台上继续演唱,那一刻,他仿佛忘记了疼痛。 镜头前,能清晰看到手臂上也有多处血迹,声音也有些嘶哑,实在是触目惊心,出于敬业精神,摔伤后,张杰还是忍着疼痛,坚持把演唱会的歌曲唱完,等到表演结束后才去了医院,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手部创伤,包扎一下就行,没想到摔的那下,造成了腰椎骨轻微的骨裂,伤筋动骨一百天,这下有的瘦了。 事后,张杰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长文向大家报平安,文中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伤势,撑手部伤口缝了针,有轻微的腰椎横扑骨裂,好好休息三个月就不会有大碍。 张杰发文后,谢娜也特意回应了老公受伤一事,言辞令人感动,谢娜称双胞胎女儿跳跳翘翘,是第一次看爸爸的演唱会,都很激动,到了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困意,非要等爸爸唱完了一起回家。 张杰忍着伤结束演唱后,问的第一句话就是,跳跳翘翘没有被吓到吧,谢娜心疼老公,说当时你应该暂停一下,大家都会理解的。 张杰想都没想的说,粉丝等了两年,我才不要暂停,简单的一番对话,令无数粉丝瞬间破防,粉丝们嘱咐他好好养身体,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 二次出道以来,张杰向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,每一次演唱会都努力做到精力求精,不让粉丝们失望,敬业精神,可圈可点。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,评论区涌入了一大批不和谐的声音,他腰椎鼓烈能迅速站起来继续歌唱,怎么别人腰椎鼓烈就疼得眼冒惊心,看在原地不能动弹了。 他赚钱又不分我半毛钱,受伤关我屁事,很多人腿断也能工作,孩子要吃饭,一波操作,红了张杰,立了张杰,这些网友,就差直说张杰是假摔,目的就是为了历经验人设。 看到这一幕,大叔的心情十分复杂,张杰努力有目共睹,实力也是不容小觑。 自出道后,几本每场演唱会都是爆满,除此之外,他三次跟上央视春晚,多次拿下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和最佳男歌手奖。 2014年11月时,更是获得42届全美音乐奖年度国际艺人奖,这更奠定了他在怀语乐坛的位置。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,那些喷子还是忍不住下手了,这种充满了恶意的评论,也有网友表示震惊,这个世界是怎么了,我虽然不粉他,但人家实力摆在那里,就是优秀。 而你们呢,上下嘴皮子一耍,就会乱喷,承认别人优秀,有这么难吗? 三世纪上,演出现场的事故,时有发生,今年8月,一代情歌王子林志炫参加综艺节目《披荆斩集》的哥哥录制,突然从舞台上坠落,升降台底部空间没有垫垫子,全是硬邦邦的铁板,舞台有两米高,现场嘉宾和工作人员全傻眼了。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的时候,林志炫从坑里爬到了舞台平层,然后又爬到自己的高台上泄墓,整个过程虽然慢,但没看出一点一瘸一拐,采访时林志炫也没把这件事拿出来卖惨。 直到后面被很多网友关注后,他才发了一条微博,对于自己的伤势也只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还有歌手黄林,去年参加某户外音乐节的演出,不慎摔下舞台,这一下摔得十分重,整个身子直接从台上掉了下去,看起来惊险无比,工作人员马上把他扶起来。 黄林重新回到舞台上后,哭着给台下的观众们道歉,他表示自己只是有一点痛,还可以继续演唱,可当镜头拍到他的大腿时, 所有人都惊呆了,大片的衣星和薛斯,看上去初步惊心,以待人心中的回忆,歌神黄家居,就是死于舞台事故,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,家居不慎从高台跌落,陷入昏迷,最后抢救无效,家居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,离开了深爱他的歌迷,和他那充满了无限可能的音乐生涯。 正常人在行走时,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去应对路上出现的意外状况,但是在舞台上,摔跤的后果就会严重很多。 沉浸在演出里的歌手,在面对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时,所有的精气神都会凝聚在表演中,在摔下去的那一刻,一定是毫无防备的。 所以,往往舞台上的一步小心,或许就会造成致命的伤害。 似不可否认,娱乐圈有很多浑水摸鱼的艺人,拍戏用替身,唱歌全靠把万条音师,他们拿着天价的片酬,资深却没有多少实力,但也有敬业和实力给予一生的艺人。 他们用新创作卖力演出,为的就是博得受众粉丝群体的喝彩,越是有实力,越是谦逊,这种敬业精神,值得娱乐圈里年轻一代的艺人学习。 影视圈有句话广为流传,能红一两年的,是有运气,能红一二十年的,是有道逢,能红四十年的,叫做刘德华。 也有很多人疑惑,刘德华究竟有什么本事,能够红四十年。 刘德华曾经说过的一番话,为大家揭开了真相,我也很笨,我做每一样事情,都需要练习很久。 你们看到的每一幕,只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,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,四十年了,庆祝,当然要庆祝。 但是,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四零年,是庆祝一个人认人真正工作四十年。 这番话,让人感触颇深,一个人红一年容易,能够红四十年,绝非易事,努力,人品和经验缺一不可。 成龙曾经在被采访的时候,调侃吴京,我花了几十年,才筹几到两百多亿的票房,他似不惜就两百亿。 看似调侃,实则励志,能拥有今天的成绩,离不开吴京背后默默的努力。 拍戏的这些年,吴京全身逢针高达一百多针,断手指,站伤右眼,观众纷纷表示,这是一位用生命拍戏的演员。 对此,吴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,拍打戏不受伤那还叫打戏吗? 其实,任何职业都是如此,只要你足够认真、敬念,你的收获一定会对得起付出。 但如果你两手一摊不作为,只知道耍嘴皮子乱喷,一定不会有任何收获。 当你把努力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,就会发现自己多了一把在这个世界上逢行的力道,低谷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无所畏惧。 巅峰的时候,它悬于头顶让你能够时刻保持清醒自食。 努力不一定成功,不努力一定很轻松,想要做什么样的人,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 希望在生活中,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